大家好 我是丁哥 電動車週報時間又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看第一次 新款的性能車型Model 3 Performance 正式亮相 導入第四代的高性能的馬達 而且內建全新的賽道模式 搭配更具跑格的外型還有內裝的鋪陳 最大的馬力可以達到510匹 0-100公里加速到3.1秒 進步到2.9秒 新款的部分 它外型的設計有更加強調空氣力學 包含前保桿擴散器 以及後導流這些的 進一步把風阻係數降低了5% 同時你也可以更為的突出價值的穩定性 內裝則是換上通風的賽車座椅 搭配專屬的碳纖維材質的中控的飾板 強調高性能的車子的身份 最終它導入第四代的高性能馬達 在雙馬達的四驅設定下 攪出510匹的馬力跟262公里的極速表現 那我剛講它的0-100公里只好2.9秒 最大續航的528公里 原廠還加入全新的賽道模式 讓車主可以調整馬達 懸吊 冷卻系統 還有車身動態 它也加入了全新的自視應的阻鈴系統 針對駕駛的動態與路況的自動調整阻力設定 強化操控性 兼具你的舒適度 針對更強悍的一個性能表現 另外它也升級了 包含卡鉗 然後高性能的煞車皮 還有強化散熱效果 目前包含台灣 很多國家已經開始販售了 美國目前的售價是173萬 台灣目前預計是233萬7900元 五六月份會開始交車了 第二次 今天出手系列是電動車大展 Honda有發展全新的0Series系列 展示了兩款全新的概念車 同時也公佈了全新設計的廠徽 搭載未來電動車款 在我們台灣最近的本天 有註冊的0Series還有新廠徽的商標 也就是說 這個暗示有可能電動車要進來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0Series的部分 它有兩款概念車 電動轎跑車 然後根據執行長 他就說已經在開發中 目前也有靈角分明的線條設計 車頭採用的線型的開口 搭配數位化的風格的呈現 全車有復古跑車的視覺 內裝的極簡化鋪陳 然後橫跨了中控台的大尺寸螢幕 預計2026年問世 並且是全球的戰略車款 另一款是MPV的設定 車頭採用 跟他們的MPV的一樣設計 顯然就是未來Honda電動車的 新的設計語言 從方正且高大的身形判斷 應該會有具備更寬敞多人座的空間 不過他還沒有公佈這量產計畫 那有可能 這會不會就是下一代的Odyssey的雛形 全新的H的廠徽 這有別於Honda的方形框框的風格 以獨立的自模 向上方向延伸 讓整個廠徽看起來更寬廣 而且更有未來感 所以這個電動車的品牌Honda 我也很期待 再來呢 內部零件比燃油車少了很多 所以被認為 維修的保養成本上比較低 這個論點就很多那種雜音 然後尤其是特斯拉最會被質疑 消費者報告的那個年度調查顯示說 特斯拉是所有品牌裡面 維修成本是最低的 他公佈2023年的汽車調查 就是說數千名的美國車主 真實數據 他就說一項汽車品牌的 維修跟保養成本的調查 區分為一年到五年 還有六年到十年 那特斯拉無論是一年到五年 或六年到十年的維修成本 都是所有的汽車品牌裡面最低的 一年到五年 平均花費580塊美元 折二台幣大概1.9萬 六到十年平均花到3455美元 折二台幣11.3萬元 所以平均花費大概13萬元台幣 那第二到第五名 就是有別克 Toyota 林肯還有Ford Landlover平均的維修保養成本最高 達到一台要19250美元 折二台幣要63萬台幣 是特斯拉五倍 倒數第二名的Porsche 他平均的維修的保養成本 高達了46萬台幣 所以哇 電動車為什麼那麼好 電動車的保養費就是便宜 勤管大陸的電動車市場發展蓬勃 但過多電動車廠 因為互相廝殺 賺不到錢 大陸那邊就有資產的 那個監督管理的委員的專家就說 目前電動車廠普遍都是虧損狀態 每賣一輛一輛車 就要賠掉1到3萬人民幣 也就是折二台幣是4.5萬到13萬台幣 只有特斯拉 BRD 還有理想 三家電動車的品牌有獲利 他幾乎表示說 2017年到2023年 汽車行業 他們的營收 從8.8兆成長到10.1兆 但是獲利率卻從7.8%掉到5% 比工業的企業的平均水準還要低了0.8% 2024年前兩個月更慘 獲利下漫到4.3% 那汽車連電大廠 他們也就 Borge 他們就說 他們賠錢賣 真的會導致大量的大陸的電動車廠 幹嘛 淘汰出去 哇 真的很恐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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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